請你當我這樣過 你以為的壞習慣其實還不賴 聽說最近他說 你只要摳鼻孔 還有人說什麼 甚至連吃鼻屎都會變得比較聰明 真的 真的嗎 我之前有一個醫藥的同業 就說我給你看一段 我女兒的錄影好不好 那一段錄影是什麼 一個好可愛的小女兒 沒有 最妙的是 她媽媽那時候很擔心說 這樣很髒對不對 那個時候這個研究 什麼都還沒有出來 她媽媽去問醫生 我不知道醫生是為了安撫媽媽 還什麼 她跟她說 沒關係 我告訴你 吃鼻屎啊 真的假的 越限制越瘋狂 孩子反而無法自拔 她不只是咬指甲 她是咬旁邊的肉 然後她就說 我幫你拍下來 如果你這個禮拜這樣子 你下個禮拜肉會長出來 會越來越好 每個禮拜我都會幫你拍一張 然後拍…到最後 有一次她爸爸真的也受不了了 因為她就是肉都沒有長出來 都一直還是一樣流血 對 然後那一次她就說 我下個禮拜在幫你拍的時候 如果你的手還是這麼爛的話 妳說要怎麼處罰 我女兒就說 然後結果 如果下個禮拜的時候 還是半個流血 對 想強力管教 年齡很重要 因為我比較晚戒奶嘴 然後會戒的意思是 因為她會在我面前 一直吃弟弟的嘴嘴 然後怎麼講都講不聽 有時候我就拿著剪刀 跟奶嘴在她面前 就一刀剪掉 有時候媽媽 可能什麼那個 兩月 三個月在戒奶嘴 我就覺得有點太早了 因為其實那時候 孩子表達能力還不好 所以那個年齡很重要 我剛剛說吃手啊 吃奶嘴啊 其實兩歲以後應該是可以戒的 所以你一刀兩段把它剪了之後 幸好要不是吃手 你把它手剪掉 給孩子大胃來 壞習慣別急著管 怎麼回事 馬上說明白 問話 妳知道嗎 家裡面最常出現的三個字是什麼 三個字 沒有 我不知道啦 應該是你欠扁 我愛你 哪三個字呢 是不可以 可以 所以每一個父母親 可能標準不太一樣 但是真的就擔心還是生病啊 不健康 所以真的不能亂吃 所以吃什麼東西不可以 對不對 擔心為貼 這個不可以摸喔 對不對 還有說擔心可能它的發展 有些東西不能亂看 不能亂玩 真的很多不可以 都會出現在生活裡頭 而且有研究統計就發現 台灣家長限制小孩的行為 好像很在乎的就是所謂的 有七成的家長覺得說 真的不太適合 另外還有就不能吃零食 也有蠻多家長覺得說 這個部分也是要鞏固的一個部分 好 所以今天我們要好好來探討一下 到底什麼行為我們怎麼來看待 好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打擾孩子的快樂呢 我們分個幾個方向 以為孩子不准做的事情 就真的不好嗎 第一個就是吃手指挖鼻孔 針對這一件小孩開心事來講 來 圈叉請準備 家裡面的小孩子有沒有這樣的習慣 或行為的 每次要吃個手指頭啦 挖鼻孔這樣的行為習慣的 請舉圈 通通都有 這小孩子為什麼都會這樣子 就是愛啊 而且靜純還說一定的 對啊 我們家小孩有多嚴重 其實挖鼻孔這件事情 是我個人非常在意的 尤其是我大女兒 我以為妳說這是我非常在行的 你小時候也很在行 我老公都講了 他跟我在一起 男女朋友到結婚 現在算一算也十一年了 他沒看過我挖鼻孔 真的假的 對 他也沒有聽過我生理的排氣 真的假的 真的 他們都以為我不會排氣的人 我不是不會排氣 為什麼 排氣都躲起來啊 很難耶 這很難 很難聽也很難看 這跟我的形象很不符合 你的形象真的有這麼好嗎 不是 幹嘛 工作人員幹嘛 大家都在那邊 不是 你在老公面前 有必要這樣顧形象嗎 在另一半或男友面前 就挖鼻孔啊 然後這些事情 不好意思 我去射箭一下 好癢好癢 好舒暢 不是 出來說 我們剛聊到哪了 形象還是要過 我覺得因為回到孩子 我就會一直很注意 你會用同樣的標準對待孩子 當然 美姿美姨這件事情 是我一直要求我女兒的 兒子還好 兒子他現在才一歲啊 所以他現在還不會 可是我還是要很嚴格的要求 那如果女兒在當下就忍不住 就是想挖 我剛才說就是有一次他 他終於好期待 因為他從很小就跟我說 他好想當花童 那我終於幫他安排了朋友結婚 讓他終於可以穿小禮服 他還自己給我 有人花童還去挑禮服 然後挑那種拖擺的嗎 哇 他這位大小姐 就是硬要穿拖擺 我說你穿得比新娘還漂亮 你太誇張了你 好 那我就說 都已經在那個門有沒有 門拉開就新郎新娘 花童先進 要走紅毯了 他大小姐給我挖起來了 挖得很起勁 但我拿相機離他很遠 我說 他說媽咪 衛生紙 衛生紙 我說我沒用衛生紙 他說那這一圖怎麼辦 我說彈掉 彈掉 彈掉 不然怎麼辦呢 怎麼偏偏在這個時機 我嘴裡彈他到隔壁那個男生 我手上相機就把他拍下來 我事後就給他看 我說有一個公主 穿白色的禮服 穿得這麼漂亮 手裡面拿著籃子上面 準備要撒花瓣 然後在那邊挖平衡 我覺得你旁邊 你有沒有想到 你旁邊的那位男生 他連看都不想看你 他就覺得他也幻滅了 你覺得這樣好看嗎 可是對我們來講 我會覺得不可思 因為小孩子挖鼻孔 尤其睡著 他是一種自然動作 他不是刻意的 沒有 我後來 我這個問題 我就說當然這個行為 是我們覺得擔心他流鼻血 或者是說不癢 其實不是 我後來知道說原來是 鼻子敏感 他是過敏體質 對啊 那才知道說 其實有時候讓他睡前 保持鼻孔的濕潤點 就比較好 對還有他的空氣 要讓他流通 其實都可以改善 那家綺咧 像我女兒是吃手指 因為我兒子女兒 從小都不給他們吃奶醉的 然後我就很慶幸說 我女兒子一歲之前 他們也不會吃手指 也不會有吃奶醉的習慣 然後我就覺得 好棒喔 都不用經過戒奶醉這一關 可是到一歲開始了 我女兒在地上爬 然後可以出入公共場所的時候呢 他開始有習慣吃大母哥 就是那種吸 就是吸得很起勁 速速的這樣 就很好吃你知道嗎 然後可是他剛摸完地板 或者是到處 真的好煩喔 他就進去 就很好吃 我想說哇 這麼好吃嗎 可是你知道他 開始吃手指的時候 就是他感冒的開始 就什麼腸病毒啊 什麼就開始來了 然後我就很生氣 然後他那個 你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隨時弄它 然後把它拿下來 拿下來 就你沒有辦法看著它 後來就有用辣椒 就吐在身上 也是這一套 還是一樣就是 他反而會覺得 家務也還不錯喔 今天是小辣喔 媽媽可以幫我弄中辣嗎 然後就變成 他就開始覺得辣 然後哭 哭了幾次之後 他就不吃了 我就想說哇 太棒了 就成功了 可是到了他 小一小二的時候 開始不得了了 就是其實小一的時候 開始功課回來 然後我就會幫他擦功課什麼 他就覺得一直達不到我的要求 然後回來都很緊張 因為他就 98分不敢講 98分不敢講啊 每天 我覺得他滿分是 就是因為媽媽很愛念 你知道嗎 就出心啦 對 這個題目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我就開始發現 他就開始 咬指甲 就一緊張開始咬指甲 然後他不只是咬指甲 他是咬旁邊的肉 指甲旁邊的肉全部咬掉 其實滿好吃的 對 然後緊張也會吃 這個是你 對 就是他 這好嚴重耶 好痛喔 對 好痛喔 然後你知道他就是 非常非常 他連洗澡 就是哀哀叫的那一種 就是 會痛傷 會痛 對 然後 但他就忍不住就對了 他忍不住 一直咬 一直咬 然後後來我指甲是去幫他做了 做了光療 所以他可以長長 因為之前是 光療是 小朋友是沒有辦法接的 他會吃掉 所以他流場了 可以做光療 可是做完光療之後 他就等於吃咬他的肉 對 然後咬完肉之後呢 你就開始發現 他越來越自卑 因為他手都不願意拿出來 都是這樣子 要不然就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你到底怎樣 可是我都沒有看他 咬過手 他都躲起來 然後完了之後 就常感冒 生病 生病了之後 我就想說不行 要跟爸爸講了這樣子 然後爸爸一看到他的手 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好嚴重 然後他也叫我說 不要太責備他 對 他就說 你一個女孩子 漂漂亮亮的手伸不出去 然後也 這樣子很難看 可能那是他的訊息 然後你不愛你自己 對 然後他就說 我幫你拍下來 因為他爸爸很愛他 從小到大 拍下來 如果你這個禮拜這樣子 你下個禮拜肉會長出來 會越來越好 每個禮拜我都會幫你拍一張 然後拍拍拍 到最後 有一次他爸爸真的也受不了了 因為他就是肉都沒有長出來 都一直 還是一樣流血 對 然後 那一次他就說 我下個禮拜 在幫你拍的時候 如果你的手 還是這麼爛的話 你說要怎麼處罰 我女兒就說 打五下這樣子 然後結果下個禮拜 手還是爛流血 對 結果就沒有辦法 克制不了 對 就打五下這樣子 那打完有用嗎 打完還真有用 打完就不吃了 然後我女兒就說 我老公會嗎 那骨頭也要很軟耶 他軟Q 其實不是 你要這個時候 要檢查弟弟的手指頭 對啊 已經被靠了 可是我覺得那個不容易耶 我老公到現在還在吃 他的手也都是 對 因為我現在大人是 他就從小 就是養成這樣子 你老公看得對他多嚴格啊 不是 我嚴格 就是一樣呢 98分嘛 就差那兩分都過不了就對了 對 然後我老公 我老公就打完之後 他自己也很內疚這樣 他就跟我講說 你要去看一下全部 你要關心他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打完就不吃了 我就問他說 爸爸打你很痛吧 然後他就說 還好 然後我說可是你現在都 我說你現在 對 你現在怎麼 都沒有咬指甲了 怎麼了 然後他就哭了 我怕爸爸不愛我了 這樣子 天啊 他充滿了壓抑 沒有 他爸爸 從小到大沒有打過他 只有打過他這麼一次 然後他就覺得他幻滅了這樣子 他就覺得 對 他就覺得有一點覺得 可是他爸爸是餵他好 對 當然 不過這個可能要找 這個對的方法來幫助他 對 那甄莉咧 我們家兩個是都挖鼻孔 沒有在吃熟 然後可是因為那個姐姐 因為他只要挖鼻孔 就會擋他手 我就說你很醜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沒有啊 可是我很癢 我說不信你現在不要動 你看鏡子 就拿鏡子打看 看吧 真的 要讓他知道 對 定格加上看 然後他就說 好像有點 我說對 而且你看你現在長大了 你去學校上課 你有喜歡的男生 如果他看到你這樣 抹鼻孔的話 是不是很醜 然後那女生其實都很OK啦 他就聽一聽 他就真的開始就戒掉 那可是弟弟就還是會摳 那弟弟就隨時想到就摳 然後我就說 你這樣摳一摳 因為他有摳到也是流鼻血嘛 然後我說你這樣很可怕 你會流鼻血 這樣會流血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鼻子很癢耶 我說可是你這樣摳真的很難看 那你把我摳 那你把我摳 樂觀派 叫我把他摳 好 所以呢 這樣子做的 對小孩子來講 這種習慣他可能是開心的 舒服的 舒服的 但是如果你覺得 你打擾了他的快樂 對小孩的影響是什麼 來 我們看 讓孩子無所適從 聽起來無所適從 好像可大可小 對不對 但他的問題嚴重性在哪裡 對 好 來 黃醫師 對啊 所以剛剛其實來 三位來賓分享 我們就發現 吃手指跟挖鼻孔 其實應該分開討論 大部分吃手 他的那個內心的渴求 是緊張 焦慮 需要安全感 挖鼻孔是他生理有需求 他鼻子裡面就有一顆大石頭 他就想要把他移開 或者是他鼻腮不舒服 或者是癢等等 所以說有些媽媽都會跟我講說 我的小朋友那個什麼摳耳朵 摳鼻子很奇怪 小朋友只要有動的 就讓他都喜歡摳嘛 對不對 耳朵 鼻孔 嘴巴 肚臍都喜歡摳 肚臍啊 真的耶 那這些如果在學齡前 這些動作大部分都會歸於 這個他的壓力釋放的方法 然後所以說有的時候媽媽說 不行 我看他抓到 抓到流血 我說這個是應該要處理 但是你想想看 你就上網說 我的寶寶會抓耳朵怎麼辦 底下就有一百個媽媽 跟你說 我也是 我也是 你心裡就會好過了一點 你就知道這種吃手啊 什麼這些事情 應該是很多小孩 拿來安撫自己的方法 但是我必須強調 像剛剛佳姐有分享了 你的大部分的孩子大概到兩歲左右 他可以開始不用靠吃手來安撫自己 那如果到了三歲四歲五歲都還在吃手 你光是用打的用鏡子 用那個塗辣椒幹嘛的 其實大概都是 效果有限 對 因為你應該去問他 為什麼到這個年齡 他還需要靠吃手來安撫自己 一定是他哪一個地方很緊張 哪一個地方很焦慮 哪一個地方沒有得到滿足 我覺得應該要去尋求這一塊 而不是整天 我剛剛講的很多方法 塗辣椒 塗芥末什麼都有的 剛剛那個文華把我的梗講掉 因為真的有個小孩就開始吃腳 因為他手被綁起來了 然後就是因為他有被記 就說會被打 所以後來有一天 就看到他在吃腳 忍不住 對 忍不住 所以他其實就是 安撫自己的方法 我們去解決他心理的問題 那如果除了這種安撫 是因為可能有壓力之類的以外 那小孩子從小他喜歡吃這種的 他是一種天性 這是一種天性 其實大人也是 你看那個美國職棒大聯盟 每個嚼那個煙草 或我的媽那個煙草一大顆 他就嚼他嚼他 嚼一整場對不對 其實口香糖 煙草或是那些東西 都是有讓心情舒緩 或是去除緊張的效果 像剛剛說打 或是用一些強迫的方式 禁止他吃手 好啦 就算他不吃了 不吃手 不吃腳了 哪里都不吃了 其實有一些那個 妥銳的症狀就會出來 真的喔 對 因為你壓抑了他的緊張焦慮 你沒有解決他根本的問題 一次把他行為控制住了 那沒多久他就開始扎眼啊 或者是歪嘴啊 或者是發出奇怪的聲音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不要制止他嗎 不然他會無所自從這樣 制止是可以 但是制止的 制止只是表徵而已 就像剛剛佳潔她的分享 就知道說 她其實已經大概了解 孩子的壓力來源在哪裡 所以他們全家去調整 因為一段時間 應該就會有改變 那可是我有看那個 就是聽說最近啊 就說你只要摳鼻孔啊 還有人說什麼 甚至連吃鼻屎 都會變比較聰明 真的有 真的有 網路上有 有啊 不要出現了 不過我們家收集起來 整包我收集起來 不要這麼說 加上我的 一定要是自己的 這個太噁了 對 一定要是自己的 別人的養肚也必須要自己吃鼻屎 你知道真的 這新聞上真的有 有 你問 不騙你 我先說真的有很多小朋友 會有吃鼻屎的這個習慣 小朋友有啊 因為是細菌耶 然後我跟你講就 我之前有一個醫藥的同業啊 然後她的小女兒 現在終於肯上安親班了齁 然後她長得非常非常漂亮的小女兒 好漂亮 然後她媽媽有一天啊 就說 我給你看一段我女兒的錄影好不好 那段錄影是什麼 一個好可愛的小女兒 在試飯挖鼻孔 跟吃她的鼻屎 她說她沒有辦法接到 她女兒就是非常喜歡 而且她會以這個動作治好 那她聰明嗎 她非常聰明 好漂亮一個小孩子 然後就吃了 然後她說你看 然後把它吃掉 她媽媽就說 可是妳知道這樣很髒嗎 她說可是 她媽媽說好吃嗎 她說 然後我跟你講 沒有最妙的是 她媽媽那時候很擔心 說這樣很髒對不對 那個時候這個研究 什麼都還沒有出來 她媽媽去問醫生 我不知道醫生是為了 安撫媽媽還是什麼 她還跟她說 沒關係我告訴你 因為通常我們在吃這些細菌 到肚子裡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提升我們 腸胃道的免疫系統 那麼也許你可以 減少一些過敏的機率 或者是減少一些 增加一些身體 對這個免疫系統 反應的一個增強 不過我想那個 這個只是提醒大家說 比如說你家孩子 如果有一天 鼻子裡面有東西 或者是感冒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一直 叫她蹭出來 你如果她可以 把它吞下去 那也無妨 只是藉由這個新聞 讓她知道說 其實吞進去 並不見得有什麼壞處 這些細菌啊病毒啊 到肚子裡 就被殺死掉了 所以不太可能 會在身體 在反覆地感染這些事情 但是也不會有什麼好處 但是你說要變聰明 光是 增加抵抗力 是北海小英雄嗎 還是 這個我覺得是有點 過度解讀啦 只是說大家對挖壁肱 這件事情不要那麼的 感覺是那麼負面的 不過還是要小心 因為就像剛剛靖淳講 如果今天你挖到流血 那麼就有可能有機會 細菌會從那個傷口進去 這就不是變聰明或變健康 你有可能會感染 可能會化膿 而且我們以前有提過 這個叫危險三角區 對 如果你在這邊 細菌感染的話 它那個細菌不治療 是有可能跑到腦部的 所以挖鼻孔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 爸爸媽媽媽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看到你小孩 常常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除了偶爾偶爾 溫和的勸阻之外 要請他多洗手 這樣以免說把細菌 挖到這個傷口裡面去 那另外呢 剛剛靖淳已經講了 過敏性的問題 一定要處理 你的根本問題是 他會癢 根本問題是 他很多髒東西 在裡面打轉 所以說我們那個 譬如說之前講 任何鼻子過敏的 家裡的環境 什麼都要控制 然後水分要多補充 這樣子鼻腔才會比較濕潤 比較不會黏那個乾乾的 然後那個鼻子都黏在上面 然後呢 這個幫助他做一些洗鼻子的動作 我覺得OK 減少他自己去挖的一個狀況 那最後最後才是剛剛講的行為 就是說如果今天媽媽 已經都幫你做這麼多了 環境也在控制了 但過敏暫時還沒有好 你有這個動作不禮貌 你可以私底下到廁所 一次挖個夠 然後再出來 我想這些是一個 是OK的 是一個漸進式的一個處理 那如果稍微整理一下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孩子的話 家長可以做些什麼 幫助孩子做一些改變 通常我們會提供給孩子一個 比較正向的一個 輸導的一個方式 因為臨床上的確有一群孩子 他們的手指頭 會有尋求這樣子的一些 感覺刺激的一個情況 所以與其你跟他說不行不行 那我們可以讓他多玩一些 比如說像黏土 每個孩子都很喜歡玩黏土 所以我們最常玩 就是請孩子在黏土裡面 找出包在裡面的痘痘啊 彈珠等等 讓他去盡情去從事那些 跟這個很像 但是是摳黏土挖挖挖 然後給他豐富的一個感覺刺激 還是就會慢慢減少 從鼻子來獲得這樣子的 慰藉的一個途徑 而且真的我覺得要先 就像黃醫師講 你一定要先確認 他是為什麼一直抓 如果他是過敏性鼻炎什麼 你就不能馬上塗辣椒 之前有一個家長 他就是覺得小孩子很醜 所以一樣塗辣椒打 他每次他一聲就拍 就拍過去說 誰叫你在挖鼻子 可是他事實上真的很癢嘛 結果有一天 他就發現奇怪 他每次都說又挖 發現不對 因為他這是要挖什麼 鼻子好像就是一直流鼻水 還有一個臭臭的味道 後來才發現 因為他不是給他塗辣椒 又打他 他就不敢用手挖對不對 他就會亂拿東西去挖 他就拿了那個原子筆去挖 結果原子筆的那個 前面那個東西 就卡在他的鼻子裡面 所以說那個臭掉 是因為他裡面已經卡住 他後來想挖 其實是因為不舒服了 可是媽媽就沒有想過說 他其實從到尾都是鼻子不舒服 所以這真的要先解決他本來的問題 對 不舒服跟一種習慣性 其實是區隔開的 對不對 我們來集市廣椅 看還沒有什麼樣可以幫助孩子 沒有這種習慣的方法好不好 有沒有媽媽們 有喔 因為我女兒比較晚見奶嘴 然後會見的意思 因為她會在我面前 吃弟弟的嘴嘴 然後怎麼講都講不聽 所以我就拿著剪刀 跟奶嘴在他面前 就一刀剪掉 然後請他丟到垃圾桶 我就蹲下來跟他說 因為你不聽媽媽的話 所以你沒有嘴嘴可以吃了 結果後來前一個禮拜 晚上都是一樣吵著 要嘴嘴才可以睡 然後我就跟他說 沒有喔 沒有嘴嘴囉 你已經沒有嘴可以吃了 後來突然有一天晚上 他就不哭了 然後就這樣子 嘴嘴就戒掉了耶 他是幾歲的時候才 兩歲四個月的時候 兩歲還戒掉嘴嘴 所以這樣一刀兩段的方法好嗎 而且是請他丟掉 我是請他丟掉 對 所以那個年齡很重要 我剛剛說吃手啊 吃奶嘴啊 其實兩歲後 應該是可以戒了 所以你一刀兩段 把他剪了之後 幸好他不是吃手 你把他手剪掉 吃奶嘴剪掉是OK的耶 對 那讓他 他如果他其實知道 他有別的安撫自己的方法 他是可以斷離開的 但是如果是比較小的寶寶 你說媽媽 可能什麼那個 兩個月三個月在戒奶嘴 我就覺得有點太早了 因為其實那時候 孩子表達能力還不好 他就是要靠這種口譽 來安撫自己 你強迫戒他 他其實很無所適從 那如果說要戒奶嘴 其實都是我們父母 在那個過程裡面 那個很 絞盡腦汁的一種困難的 很痛苦耶 對 你知道嗎 都要想很多的方法 學老師教大家怎麼戒好不好 好 第一個 我會建議爸爸媽媽 什麼事情都是循序漸進 那我 剛才樂樂媽分享的 那個一刀剪斷 可能是在兩歲多的孩子 比較能夠成熟 能夠理解你的這個行為 你如果今天在一個 一歲寶寶面前 剪掉他的男子 我看你這一年應該都不用 對 所以那個方法 我覺得如果是用在 一歲到兩歲 還不是很精化成地球人的 火星人的時候 我們還是建議循序漸進 那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白天開始 為什麼 白天可以做的事情比較多 你可以讓他去玩遊戲 去聽音樂 帶他去逛街 他自然而然對奶嘴的衣服 跟需求會下降 所以通常我們會建議 從白天開始循序漸進 慢慢減少他對奶嘴的衣服的時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可以適度地轉移他助力 我剛剛提到 你可以帶他去公園玩 你可以給他擁抱 所以提供他足夠的安全感 因為奶嘴剛剛黃醫師強調 那個是很重要的一個 提供自己安全感 慰藉的一個工具 你為了要接觸他奶嘴 你一定要多給他一些擁抱 或是給他一個玩具熊 都可以 這兩個部分是要起做 那第四個 還是要提醒爸爸媽媽 還是盡量不要用一些 太過激進的方式 比如說塗辣椒等等 因為網路上真的還蠻多 這樣的分享文 那我覺得 在那孩子的心理角度來看 這樣子的手段 其實還是會有一些小小的影響 那這些方法 也可以同時適用在吃手指嗎 其實都可以 可以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共通的嘛 都是通用的 好 那除了這一點以外呢 再來看看第二個 好 小孩很開心的事就是 爬高又爬低 你們家小孩不管男的女的 有沒有這樣的行為 爬高爬低的齁 來 有請取圈 肯定的 對啊 百分百 你看 根本就是高嘛 高啊 不是姓侯才會像高 真的 高不然這樣 那你們家怎麼爬 你不可能叫他不要爬 你只有把你家 不管你買的房子有多貴 對 有多漂亮 最後就像托兒所一樣 充滿了地墊 所有的尖銳 全部包起來 你就是預防說他摔過來摔過去 或者是撞到什麼的 那我們家基本上是已經盡量避免 所有能夠讓他往上爬的東西 那你說 可是我能夠做的真的就是幫他 做好所有的防護措施 還有 真的講不聽 像我女兒有一段時期也超愛爬的 我就說 反正我已經知道地墊都弄好了 我叫你不要爬 你還是要爬 好 大家都不要去扶他喔 就讓他摔下來 真的摔啦 就讓他摔 摔他一定哭 因為我女兒真的很給錢 就是一點點事他就要哭 我就看著他這個沒怎樣 他就 就好像 在101摔下來一樣 他就哭的哭天搶地的那種 我說痛不痛 很痛很痛 這樣我就說 所以還要爬 我覺得孩子就是這樣 愛完門 你就讓他狠狠夾兩次 愛完拉抽屜 就讓他手指頭被夾兩次 看你還在搶 我覺得你好適合把小孩 訓練成海軍陸戰隊那種感覺 我們家也是 我們那個兒子真的很像猴子 他就是小 大概一兩歲的時候 從那個 那個椅子沙發開始跳 然後餐桌 餐桌椅那種爬上去 爬上去跳 然後這樣子 然後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那個衣櫃 要不然就是那個書架 好 所以呢 如果這樣的開心事 對他們來講 很好玩 爬瓜爬地 到底對小孩 我們這樣打擾他的話 有什麼影響 來 影響動作協調 受不成加班不就好了 還動作協調 要不要受去 家裡就可以練啊 對不對 爬瓜爬地除了肢體以外 其實他有時候在那個 不曉得 應該是感官 平衡感 當然 當然 對 所以我覺得因為都市小孩 所以現在 他沒有地方跑 他只好這個平面不夠 他只要往這個垂直方向去發展 所以如果像鄉下小孩 在田野那邊跑啊跳啊 其實他這個整個身體的那個活動力 大概就夠了 那我們都市小孩 沒辦法只好靠爬高爬低來滿足 他身體那個要釋放掉的熱量 還有他這個剛剛講的 不管是動作啊肌肉的協調 不過我想剛剛還是有一點點問題 就是我們那個讓他摔 當然 對 因為兩歲 兩歲之前的孩子 你可能讓他摔一次 他可能不會記得 他下次還會再繼續去做頭 那種事情 在兩歲之前我覺得讓他爬 但是我們在底下一定要準備好 兩歲以上他比較懂事之後 可以讓他摔摔看 但是 是可以教訓 但是但是要 評估一下那個危險性 譬如說一個電視架在上面 好好你摔摔看啊 電視倒下去把他頭砸爛 那當然不行啊 對 所以原則上金淳剛剛講的也是對的 所以家裡有些東西 能收的就收 刀子槍啊沒有槍啊 所以一些危險的東西 能收就是收 那至於不能收的東西 儘量就是做好保護 以防萬一 而且你看那個剛剛講爬高 你知道國外現在開始有 那些小朋友的攀岩 對 所以表示他們也很覺得 這件事情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應該是鼓勵 只是要在一個安全的一個範圍 不是爬高 它的好處對小孩是怎麼樣 是就是動作協調 對 因為你爬的時候 你會訓練到很多的肌肉 那我們要如果禁止孩子 爬高爬低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方法比較適合 或什麼樣的方法 盡量我們不要做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過程 而且肌膚是每個孩子必經 這過程而且有時候有點長耶 對啊 所以我們都知道 孩子一定會有這樣的過程 那與其你一直去限制他 那還不如像剛剛靖淳所說的 我把最低限度的安全性 你全部都保護好了之後 我就提供給你這樣子的安全空間 你就是盡量去探索 真的啊 那因為這種爬高爬高 就是爬高爬低這種行為 通常會出現在 比較好動的孩子身上 那他們從小遭受到的管教 通常都是不准這個 不准那個 你不要爬你不要動 你坐在那邊看書看電視 Anyway都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管教方式 對於孩子來說 除了剛剛黃醫師說的 那個動作協調 那個都是 那個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孩子的情緒會大大的受影響 因為這個階段的孩子 尤其在一兩歲兩三歲 他們是有這樣子一個需求 尤其是針對 比較是好動氣質的孩子 你如果是整天的環境 都是給他一個受限的 我不能動 我不能爬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 它直接影響到 就是他的情緒 你會覺得這個孩子非常的易怒 很難去搞定他的情緒 那一直的say no 我覺得對於情緒 對於家庭關係相處 其實真的沒有好處 說不定一直say no 到最後他就開始啃指甲了 對 心理層面問題又出來了 對 第三點 早安很開心的是 可能有看漫畫 打電動啊 有沒有這樣的行為模式 來 圈插牌 請選擇 看漫畫可能是比較 我們那一代會有 現在的小朋友大概沒有了 看電視 打電動 對 都有 一定有 敬請你們家有 對啊 對 妳都管成這樣 還會這樣 我們家女兒六歲嘛 她現在是3C達人 她有一個包 裡面 有我淘汰的手機 我現在用i5 她現在拿i4 有我的 離譜喔 上一代的iPad 她也放著 她爸爸昨天又送她一台相機 是可以轉過來自拍 有沒有 OK 我知道 好啦 這三樣東西她走到哪 都要帶著它 我就發現到說 她使用iPad的這個時間 越來越長 哇 這個沒完沒了 你讓她一個小時後 她好安靜 她可以握在她的房間裡面 她就一直不停地玩 一直不停地玩 我當然會覺得 你這樣一直看 對啊 你這眼睛視力不有問題才會怪 對 我就會很擔心她 那妳會阻止嗎 我阻止啊 我現在就是要求她說 妳現在時間必須要縮短 到半個小時 現在20分鐘這樣子 妳用講的她就可以配合 很難縮短吧 我就跟她說 她說妳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不好意思 這東西我就是要沒收 我就一定沒收 我不會再讓妳擁有它 有沒收過嗎 有啊 她就是硬是 我藏起來 她想辦法挖出來 嗯 而且讓我很困擾的地方是說 她現在願意聽啦 配合時間上 我說妳至少要休息 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就一定要休息 她現在連上廁所都要 哇 臭扁扁她都要給我帶進去 唉唷 那妳就會覺得 妳先上癮了 這個太過分了喔 她說 為什麼不行 那妳跟爸爸不是也是這樣 喔 欸 沒話說啦 沒有 不是 媽媽帶進去是因為我要錄影 我要先看我的 工作的這些內容 我要做功課 要做準備 爸爸 爸爸在看新聞 他要知道說外面發生什麼事情了 對 每次在做功課啊 看以後的流行度啊 再來一次 要穿著打扮啊 那女兒說 可是我沒有帶進去 我就上不出來 哇 很煩耶 這個就讓我覺得很煩耶 反正妳知道 她就現在會依據妳大人的行為 來告訴妳說 妳這個準則我覺得有問題喔 她長大的啦 對 妳知道嗎 就是我講一句她硬三句 對 正常 妳再大一點妳就知道 我們現在那個九歲了 我現在連講話的機會都沒有 我插一個題外話 對 我那天她叫我幫她洗澡 我就說 不要妳自己洗 妳已經會自己洗澡了 妳為什麼不自己洗 還要六歲還要媽媽洗 真是害不害羞啊 好啊 那妳以後老了 妳不要叫我幫妳洗 她不會幫妳洗 去哪學的 媽媽一定會存好養老金 不會請看護 養兒不放老 對 居然呢 沒有睡的小孩告訴妳耶 這就好早熟喔 妳不餵我吃飯 以後妳老了 我也不餵妳吃了喔 我覺得應該是妳教的 上次不知道在節目上面 妳是不是就有這樣講以後 好像有啊 她威脅妳 我有這樣講嗎 有啊 我女兒看節目看到 這句話說起來超好 我們節目還裸後妳女兒的心呢 來 佳琪 我們家小朋友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因為功課很多 所以沒有機會讓他們拿到iPad 都收起來 然後也跟他們講說 寫完就可以玩 但是呢 永遠都沒有辦法 就是九點固定睡覺 所以永遠都沒有辦法玩 所以他們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 一大早眼睛睜開 叮 iPad 很開心 開心 這真是最好的保姆 對 然後就是進去房間 我就說太久了喔 快一個小時了 真的不能玩了 然後爸爸 我就說爸爸妳看一下 就是妳剛剛說妳要看劇本 把它拿回來這樣子 結果爸爸就開始看著他 越看越好玩 爸爸也開始好玩 心情捏 爸爸也開始滑 我們家是因為我比小孩更愛玩 妳就是個大小孩啊 我們家所有 就是現在最新 什麼WiiU啊 那些台灣還沒上 我都買了 所以我自己就在家裡玩 所以他們玩 我也會讓他們玩 可是我個人覺得還OK 就是他們其實沒有我迷啊 那他們愛玩什麼咧 就一樣啊 iPad也玩 電動玩具也玩 然後電視也看 那可是當然都是 那像姊姊就知道說 功課寫完才能玩 所以他寫功課就寫得還滿快的 然後寫完他會玩一下下 對 讓他玩一下下 可是他們比較不會沉迷 因為他不會像我弟弟 我弟的兒子就是規定 不可以看電視 家也不可以玩這些 就一到五就是所謂都不能玩 那他現在兒子已經國一了 就管得更嚴 所以他到我媽媽家的時候 一看電視 他就聽不到你叫他 也終於可以看到電視 電話 吃飯他都聽不到 你就走到他面前說 叫你吃飯是聽不到 他說我看完這段 我看完這段再次 很像他對他來講分秒必争 對 所以我後 我就是因為看我弟兒子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不要限制小孩 因為你約限制他會約沉迷 那你乾脆什麼都給他 他反而覺得我可以拿到 那就算了 就無所謂 我就不用一直都在 Focus在這個上面 那很有趣耶 我覺得我們媽媽的這麼迷 反而小孩還沒那麼迷耶 對 真的 好怪喔 就像我女兒她現在就會講 媽咪你那個 你的手機什麼時候 要升級到六的時候 你一定要留給我 因為我的4已經有點老了 哇塞 我被我周邊的我弟啦 我旁邊的朋友罵慘了 因為他們都是不讓孩子 碰他們的手機 可是我過分到是把自己淘汰的手機 給他 那你一開始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事呢 不是 因為他一直拿我手機 我自己也要用啊 那很煩 你知不知道啊 對啊 而且像現在小學生 其實你應該給他一個 像我女兒的手機是有號碼的 而且是可以無線上網的 那是他爸爸自己給他 因為他爸爸說 有時候他會來台北 他爸爸要找他 這樣比較方便 所以他有 那當然就是上學不用帶 有需求是OK啦 對 就是上學不要帶 然後平常時間 就是譬如說他回到台北 有時候可能去Vicky家住 小禎家住 我們比較好找他這樣子 需求有 對 好 所以如果像他們這種事情 看電視打電動之類的 如果你去打擾他的這種快樂的成績 影響是 影響是 抑制的創造力還有手眼線條 所以這兩個 他對小孩來講是OK的嗎 我們不要去打擾他嗎 還是說要自止 我覺得還是內容是最重要的 因為像其實剛剛小孩可能都還小 還沒有看漫畫的年紀 其實國高 國中生看的還是很兇 小學高年級就看很兇了 那我覺得現在的漫畫跟我們那個年代 有好有壞 壞的是現在的漫畫 那個內容不好的很容易就可以得到 所以我覺得那內容很恐怖 但是好的是其實現在有很多內容是OK的漫畫 甚至是寓教娛樂的漫畫 像之前有一個朋友的小孩 他已經五六年級了 他給我看他看漫畫看得起勁喔 我去看那漫畫在介紹聯合國欸 對 每個國家都會有一個人 然後就是打扮成那個國家的樣子 然後他們會有一些那個國家人的個性 那對那個孩子來講 他就很有趣 他就去看 所以說如果這樣看這種漫畫 我不覺得有什麼不好 只要眼睛要顧 所以大概三十分鐘要休息一下 大概這樣子而已 但是那個其他的如果 亂七八八的漫畫 如果被我們爸媽看到 發現不適合他這個年齡的 我倒覺得就是要制止啦 也不用管他什麼創造力不創造力 應該是不好的 那電動也是一樣 像剛剛都在講平板電腦 我們就來聊平板電腦好了 其實平板電腦的功能 絕對不會只是打電動 可是小孩子就知道他可以有電動的功能 所以他可能就會很想要 像我覺得兩個重點 第一個像佳杰 他們家的平板電腦是家長的 我覺得這要給孩子很重要的觀念 那是我的 那是爸爸的 這是媽媽的 這不是你的 所以隨時隨地 我們給你是一個offer 但是你隨時 我們要需要的時候 你就要還給我 那這樣的話 你比較不會說 這是我的啊 你自己有一個你用你的啊 我覺得那個吵起來就沒完沒了 第二個其實這樣可以做點功課 我們可以上網 像現在有什麼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翻 就是美國有一些APP的網站 給孩子的 或是義大利的波羅娜的網站 也是有給孩子 每一年他都有APP大獎 根據不同年齡 學齡前啊 學齡中啊 幾歲的啊 然後他們就會有選幾個 特別感覺叫娛樂的一個遊戲 或者是就是APP啊 那你就下載啊 下載你也甚至就給他們一點點神秘感 你也不要告訴他什麼 讓他自己去點 那他自己點 反正你知道啊 你的這一個平板電腦裡面的東西 都是你認可的 那他要玩 你就讓他自己去摸索 你在旁邊稍微看一下 那如果發現他勾起興趣的 可以跟他討論 可以跟他說 這個東西蠻好玩的耶 我們可以一起參加 會給他iPad通常就是 爸爸去忙別人去對不對 對 什麼可能還去討論 所以其實這個是不太好 就是其實我們之前 就在討論這個 3C保母的事情 說實在3C 絕對不可以代替你自己啦 所以你如果把它當作 讓你可以休息一下的時間 有的時候就會出問題 我們再講大一點好了 網路遊戲 網路遊戲就最糟糕了 因為其實這個國高中生 最怕的網路遊戲是兩種 一種就是有人情壓力的線上遊戲 那種就是你今天不上網 同學會騷擾你 隔天會說 你昨天跟約好要一起打罐 你又來 這種一定要制止他 一開始發現他沾染上 如果家長都沒有發現的話 等他沉迷去就沒有完沒了 第二種是那個 假遊戲真交友的那種 就是他遊戲只是個幌子 但裡面就是交友 聊天 最重要小心 因為他在上面可能交到 莫名其妙要阿伯阿叔叔阿 然後他假裝自己是小女生 然後把你約出來不知道幹嘛 那就慘了 對 那如果真的要制止的話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原則性嗎 許老師 其實剛剛就有提到 佳傑跟甄莉的兩種做法 那佳傑可能就是 對於這種就是網路遊戲 或是電動漫畫 我覺得完全的嚴格制止 你全部都不行 這個做法通常會讓孩子 整個是大反圖 就是你一直禁止我不行不行 那我就一直想要 所以剛剛佳傑的做法是 一到五沒有 因為要寫功課 然後六日完 那甄莉的做法是你平常 功課寫完了就可以玩 那你會看到這兩個做法 對於孩子的反應會是 有一些孩子 比較多像佳傑那種做法 是平常都不能摸 六日才能摸 那通常會讓孩子 六日就會玩個夠本 所以像剛剛佳傑說的 可能連羅哥都下去了 一起玩玩了一整天 到了星期一 就比較有週一症候群 所以這樣的做法 還不如像甄莉姐說的 對 你每天只要我們一起討論嘛 可能功課跟家事 這些都做完了之後 OK 你有半個小時二十分鐘時間 可以玩 玩到覺得 孩子每天都覺得 這不是一個特別的活動 真的 不新鮮 對 那他就不會把過多的注意力 放在這個東西上面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做 這樣子的規劃 我覺得家長的參與討論 真的還蠻重要 你怎麼完全不講進程呢 他都完全給孩子 自己就有一台 手機也有 iPad也有 什麼怎麼辦 我會蠻控制 就是說他下載的哪些項目 因為他會利用 因為他們也沒辦法自己下載 對 那他會利用就是說 比方他現在可能要 開始要認識BurpleMofo 或者要背酒的懲罰 那這一東西我會覺得 他這樣子背起來 他是很快就可以幫助他 你會限制他一天使用的時間嗎 就一次大概二三十分鐘 就是放學回來 那一天可以玩幾次 一次啊 就一次 如果週間週間有上課的時候 就是放學回來 吃完晚飯可以稍微放鬆一下 因為他才大班而已嘛 那還好 對 那但是假日的話 你就很難控制他 因為他有一整天 都在家喔 沒事做的時候 他就會動不動 就會想要拿到手上 拿到手上這樣子 有沒有說一天大概禁止孩子 玩多長以上就不好 你看年齡 我覺得三歲以下是根本就不要 對 三歲以上的話 才開始有三十分鐘 然後大概五歲以上 或六歲以上 可能就是五十分鐘 但是我覺得應該都要在 一個小時內 而且你知道我看他就說 現在這麼著迷 是手機跟這個IP 這樣子的東西喔 我都很怕說視力真的是 以後提早來禁止對不對 那他玩完我就說 快點去吃一顆什麼那個 橘色品質那個 MQ的那個 去吃一顆去吃 因為每天都要吃一顆 你知道 你知道不如小補嘛 你知道就是那個 還不如大家去看大樹 看綠地 那也要看啊 吃完之後去站在窗戶 看看大樹這樣子 怎麼辦呢 好 樹勤有沒有這種案例 我想分享一個是 我有一個朋友他們很神奇 他們其實 因為很多家長他叫小孩 不要打電動 不要看漫畫 可是自己在看無聊的延續劇 或幹嘛 好像也沒有比較 長真真 對啊 所以你知道我們那些朋友 他們是這樣 他們是規定 因為他發現說現在人 就是不大溝通 吃飯的時候也沒有專心 或幹嘛 他們家是有一個閱讀時間 比如說從八點到十點 就是全家人 所以他們家的電腦或網路 不是裝在什麼 你的房間裡或什麼 是他們有一個大書房 一個閱讀室 那每次八到十點的時候 不是媽媽看韓劇 爸爸看報紙 不是 是全家就到閱讀室 每個人看自己的書 小孩只有在那個兩個小時 是可以上網 上網或幹嘛 而且小孩上網 他最主要說 我為什麼要讓你上網 是你可能需要查資料 做功課或幹嘛 所以爸爸媽媽看書的時候 你就做你的功課查你的資料 所以他們的小孩 永遠上網 就只有那個時間 而且是在那個房間 不是說沒有那個 可是他就覺得 這樣子他的小孩 把他跟網路的連結 就是他是一個資訊的 知識的 學習的 不是玩樂的 他們也過得挺好的 我想很怪 我說那你的小孩 不會因為這樣 你有注意過他 比如說一不在家 你就拚命去幹嘛說什麼 他說沒有 他們其實蠻適應的 因為他沒有隔絕 他還是有時間 而且他也覺得這樣 還蠻適用的 所以我覺得 重點是爸媽 自己都不知道在幹嘛 不能打 這樣子要什麼 不然你看韓劇 可是如果父母親真的是 有些時候 必須要打擾孩子的快樂 那是不是有一些什麼 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一些原則要把握 我想看你孩子 沉迷的程度 如果說他剛剛沾染上 你把他打斷是沒問題 但如果他已經沉迷很久了 表示你跟他已經 親子疏遠很久了 這時候你可能要 先從關心開始做 就是不要一下 那個網路線拔掉 然後電視砸了 那你完了 家庭這個 一定會搞得天翻地覆 所以先從關心他開始 然後開始跟他聊聊天 等到孩子願意跟你分享 他在生活中 有趣的事的時候 這時候你才有那個 拿回那個主權說 那我們來限制一下 我們現在打電動 看漫畫的時間點 我覺得這是一個 漸進式的一個指標 那徐老師也給一點進 家長說 不可以的時候 要注意什麼 我覺得我們自己 要常常討論 就是觀察一下 自己到底說不可以 一天說了幾次 好的 我覺得其實去統計一下 你大概就能抓到 其實你最care孩子的問題 到底是哪幾個 比如說電動漫畫 那我覺得 與其說不可以 那我們還是建議 爸爸媽媽 你換個想法 換個角度 你教導孩子 你可以做什麼 你現在覺得無聊 我們可以一起來聊天 我們可以一起來說故事 可以做的事情 絕對比不可以多 可是這個是爸爸媽媽 一定要交給小孩子的 所以我們一起可以 大家可以就是 換個角度思考 我覺得孩子幫助會更大 方法是已經可以想出來 但是就怕很多父母 是把這些東西呢 當成一種替代父母的 角色的工具 那就反而不好了 醫生作者很重要 而且家中不要再出現這三個字 應該出現我剛剛一開場講了嘛 我愛你 對不對 都不要排一下自己的孩子 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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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